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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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城說是 沈西城 林康正 和李論盡 天下大是 香港日是 昔日往事 前段先說完馬融 現在出了一個跟馬蓉的樣貌 身材差不多是李小路 這位李小路更厲害 馬蓉也說主心他積累 他不知是甚麼原因 結婚了一個女兒之後 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三番四次被人發現偷石 而且是他老公賈娜亮的好朋友Hip-Hop的PG-1 現在輪到他在螢幕上的情侶好朋友 蝕子謙 我看新聞的人說 之前看他們一起出席公開場合 去一些節目做宣傳的時候 他們兩個都在節目一開始 料理料理 好像打情罵潮 想不到原來真的有此事 於是現在整個網絡都說 他老公真慘 到現在又不離婚 又不知想怎樣 綠帽就不斷戴 一頂不夠就戴兩頂 其實這些好像在娛樂圈近這幾年都很常見 不是的 其實這些情形在社會上有的 只不過因為你是明星 所以你知道而已 你不是明星 你就沒有人說 在我們的朋友圈 都有些阿嫂 只不過他們不是明人 你就不知 明人是撞板 你知道嗎 我們中國的作家 很多都很憎恨女人 最憎恨女人 你知道嗎 就是詩萊鵬 水烏子女的女人 全部都不自然 今年的 全部沒有好 太長了 你說女人是不是這樣呢 當然好的有 但是在強國那裡 尤其這個娛樂圈 精節的女人真的很少 之所以沈大哥 就向一位女演員致敬 他叫做劉濤 劉濤女士 我向你鞠躬致敬 因為他當時加了給京城四大少之一 這個四大少之一 本來有一次忽然間跌了下來 還大病一場幾乎沒有什麼 他們流逃 不離不離 出來拍戲 拍戲 玩救自己的老公和家庭 現在他一部的片酬都不少 現在兩兩相都千萬 不值一百五十萬 當然不及得范冰冰 三百萬 但是他高尚的情操 做人的態度 性格 就令到很多人很尊重他 因為以憑他的地位 年齡演技 你老公這樣 幾乎是沒什麼用 但是可以撇了老公 再找一個大款 土豪 劉濤沒這麼做 靠自己的路來爬回起來 他贏得什麼呢 他不是很冰冰地這樣 賺到銀子 他都找到一些 他贏得到觀眾 粉絲 包括沈大哥對他的尊重 沈大哥一世人最尊重的男女 不是你有沒有錢 是你個人的品格 你的品格我不是說你 嘩 一百分之一百耶稣 不是 但我立即問 第一 不要損人你幾 第二 有自己的原則 有自己的boughton line 是吧 樓台做到了 說我脾氣不好 我整天喜歡草甲 這些無所謂 心地無患 不要大毒 好像這兩次 一位就豆蓉 即是馬蓉和和寶強 以前你有講過 適合到李小路的事件 即是我覺得這兩位女士 馬蓉的證據確鑿 自己都承認了 你出了鬼 對不起王寶強 都是小事 是事後那種態度 聲勢空空 想分你 置你寶強於死地 中國都有王法的 他失敗了 連一個兒子 兩個兒子 一個女兒 各有哪一個 如果誰跟著你說馬蓉呢 慘了 那個媽媽這樣的品格 居然是跟那位經理人 阿宋 是不是 聲宋 合謀的 哇 整個偵探小說 編排好了 原來 去陰我們補強的 你說這個世界真的有這麼大毒類 那時候我們看潘金蓮 喂 我覺得潘金蓮都沒有馬蓉這麼毒 潘金蓮都說真的我不喜歡武大郎 沒有這麼毒 因為他被迫 潘金蓮都沒有這麼毒 知道嗎 這個馬蓉更厲害 潘金蓮歐歐叭叭叭 就是因為那個死人西門慶而已 是不是 那好了 現在講到李小龍 我又很壞 我經常跟李小燕混淆 因為李小什麼 李小什麼 原來他們是沒有親戚關係的 李小燕也是美女來的 她一趟哈爾濱的夜幕呢 我一段時期都幾迷遠這位李小燕小姐才迷遠 就看下她 因為我們拜一公了 可望而不可蹟 就看下都開心 老了就喜歡看美女 是吧 你喜歡看醜女嗎 不會的 是不是 欣賞其他方面 老實講 林康正現在血利方剛 可以行動 我們不行 看下都開心 一個李小燕都是美女 李小燕的媽媽有俄羅斯血統 所以她有四分一俄羅斯血統比較熱情奔放 你知道 逢親外國血統 西門的妹妹就是特別熱情 特別容易浪漫 你不要說有些血統 外國讀過書好像林姑娘那樣 林姑娘現來都很喜歡浪漫 所以你們知道她有四分一俄羅斯的民族 她都喜歡浪漫 即是等於一個男人那樣 不安於實 你賈奶娘也是帥仔 有名 你結了婚 你愛知足 當然兩夫妻之間發生了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 你說經濟上兩個應該沒有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性格 性格有外格和內格之分 外格者就是大家相互的脾氣 生活的習慣 內格者就是江正的罪名 即是指在那種性愛方面 可能是不是滿足她不到呢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你明白嗎 因為我看到李小路去勾搭的男人 她不是為money 不是為銀子 她不是謀解 而是兩銀子 完全是性愛上的享受 有些人說會不會一個女人特別對方面 阿索呢 丁梁實梭 你就難搞了 我講個故事 你聽聽 若干年前 沈大哥很頑皮 你不要看沈大哥 現在講到自己 我不是道德家 我還沒說道德家 我都很多缺點 某個時期就很喜歡風花樹 某個時期跟我拍檔 共上一間舞廳 一個小姐來坐 很熱情 她跟著問我 沈先生 你能不能去街 我聽哭跳 尤大哥 你知道 我剛認識你去街 完全不知道你是誰 第二 要磅水 你不是林康正 你多英俊 你不用錢 行不行 行不行 你猜她怎樣跟我說 你在樓下等我 我看自己 那時才五張多 不是三十 沒理由 我們有些朋友自作多情 我經常自作多情是蠢才 沈大哥雖然沒甚麼才 不過不是蠢才 她告訴我 我每天都要男人 她說我生出來就這樣 醫生說病就醫不了 死了沒有 即是沈大哥你不要高興 你不是有型英俊 對都可以 只要是男人可以 你不要開心 以為自己坐樓 不是 我聽到 由天堂跌落地獄 她不是貪你有型 沈大哥 你想到我旁邊 即是她需要 有男人可以 那她做這份工作就對了 對她做 她說我老公離婚就是這樣 我不是不愛我老公 但我老公頂我不信 你出去吧 相反 男人都是這樣 你出去玩 你明白嗎 有些人是這樣 她是特別厲害 那你無負 那男人這樣也好 男人厲害到極 一日四五次不得了 女人十次都可以 你明白嗎 那鐵金剛 新康納 你當然要叫馬 多能托鱷魚 林康誠她婆婆 是不是 有人這樣傳說 有人這樣對李小姐這樣傳說 是否我不知道 有時真的 你這樣怎辦 如果她有這些病 她又很可憐 醫不到那些心病 她情不自禁 她又心理上 心理上也是這樣 生理上也是這樣 你很難怪責她 唯有看醫生 如果你手為有些少 不是正常 沒有理由 你老公的朋友 是死黨 為何不走遠些 但是說 最抵死 不是李小路 最抵死是這兩條臭小子 朋友 朋友妻 你不要致不行嗎 人家勾你們就要去 你會正臭小子 我建議 內地港電總局中宣部 封殺這兩個人 此風不可掌 我不是說我道德觀 任何一個國家 朋友的妻子是不可以這樣 你可以去玩 對不對 對 她勾我 她勾我 你就要去 她叫你死 你去不去死 君以媽的 是不是 你說我 先說我 叫你死 你去不去 我真是 你離譜 還是人 我年輕嗎 年輕 過十八歲 殺人也要死刑 年輕 三十幾 施智軒 西哥 李小路兩歲 你便自願做西門戲 西門戲又不同 她不認識武大郎 也不認識她 你還閉過西門戲 你說是否先 各位觀眾 我的粉絲 西門戲 我不認識你武大郎 你老公 人家老公的英俊 有名過你 大哥 她勾你 你就要去嗎 你還應該勸她不要 如果忍不住 那你該死 神州大地 最多的東西 除了錢 美女 你怕你沒有嗎 時智軒 為何你要這樣做 不可饒恕 如果公安抓了她 不是的 我不是保守 我一生不最討厭這種男人 朋友的女朋友 和現在朋友的老婆 你都可以這樣做 人家有子女 你為何要這樣做 你掌握李小路 你不如掌握這個 薛紫軒 還有那個POP叫甚麼 PG1 PG1 這兩個才叫打把 李小路看病 去醫院 知不知 她要勾旁邊的人 一定是生理上有問題 我不是幫她 可能她是一個很可憐的人 但這兩個壞就是壞了 乘機 對不對 我看法現在個個都 大陸你知道的 這個潘金黎是淫婦 她不會問一下淫婦隔離那個 我一個人做到淫婦嗎 沒有人跟我拍作 我一個人做淫婦 即是個個西門是風流 這個潘金黎是淫婦 僅如這次都是 這個風流好東西 這個淫婦 為何你不會問這個薛紫軒 這個PG1 為何你要去勾美朋友的女人 誰最大些呢 她忍誘你你就要去 你看林康姐很多人忍誘她都不去 現在 所以有時我覺得 既有時當然是女人醜 又未必 當然你說李小路這樣做當然不對 但我們要不知她到底出現了甚麼問題 有些真的有的 以沈泰的經驗我遇過很多這些女人 她不想的 但夜難人靜 喝酒來 她就憤憤憤怒肉火焚身 她沒辦法 自己搞不定 所以在我家裡要打針 知道嗎 要控制她的情緒 要降低她的可憐 我就不夠 因為他給我好 李小路 你給我好 我們多謝你 我們很多朋友都不行 現在廢高 大哥廢柴 是吧 唉 陰功 我解釋這兩人真是陰功 不知怎麽面對 最慘自己又是帥仔又有名 我Kernet Bear都是慘 她想找另一個 但又看著家裏的小朋友 很多時候這些人 所以說 一個幸福的家庭 建立起來很難 一腳踢爛她 是好意思的 我真是很湯色 一個黃寶具 一個解釋量 有人跟我講嬸大功 幾個月後 有另一個出現的分分鐘 是 可能下禮拜已經有了 好 好 拜拜 一會見 講世界杯